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留意似乎是国内创造一个特别日子 本来不太明白什么是光棍节 4条1是光棍 事实上借助这方法凸显国内形式消费热潮 光棍节的意思是买东西 上网买东西不是出街买东西 这是网购的特别意义 每日有既定新闻照片 马云站在那里说过了多少亿 昨天又破了几分钟 昨天由12点净时已抢购 最初6分钟58秒已突破100亿元的消购 上年时间省了一半 这可能是以后形容光棍节的传统 过了12点就叫光棍节 会否凌晨12点特意开机买东西 有的有的有的有限量特别便宜 老实说我没有参加过这游戏 想看看是否有什么手机 现在这特色可能会成为国内其中一个 表现到国内内需消费潜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 值得大家重点研究 想国内做生意或想到国内的消费文化是怎样 数分钟100亿生意 很多外国大百个公司都望尘莫及 想问回答一句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经常想一个问题 如果每个中国人付1元 你就可以取得13亿 其实这就是那个概念 我觉得未来值得大家研究 现在看到似乎国外的所谓以发展国家 好像没有什么增长全力 国内是否应该调回答自己的潜力 释放他们自己的潜力 给他们自己的商家 因为这有很多值得大家研究 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详细和大家介绍 A股方面 气势也不错 昨天收市已经上升了1.37% 上证指数 去到3172点 收市创了1月以来的新高 今年不停打压楼市 人民币一直看探撤出等等 似乎市都稳步上升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 上证高过3172点 在技术上叫做技术牛市 因为升了20% 2600上到500点差不多 另外在现在的潮流 刚刚美国选了总统 但大家可以看 过了几天因为美国总统影响得比较多 因为跌那些就补回了 日本跌成千元 昨天也倒升回了 昨天从价格到3182点 所以说是牛市 如果看外面外围环的问题 是亚洲时段问题 如果我们晚点收 可能我们就已经变升了 大家都明白 所以为何我们这么开心 你发现潮流 在全世界 可能每天都在转变 我们也要重新认识 所以有些看法 可以在三两天里 是180度的转变 但你还要立即适应 现在市的气氛立即好很多 另外国内有息金属 一直是热炒 上海期交所 星期四晚已通知 在11月11日收盘结算起 会上条铝原生及石品种交易保证金 及涨跌幅限制 即是要按住这方面的升幅 但涨跌幅限制是4% 涨跌幅限制是4% 新来说是升超过4% 铝率是暂停 国内的风涨问题已拉到6% 但现在似乎他觉得有点过分 为何呢 暂时未见到经济是复苏得到 但前两天已见到国内 无论是CPI及PPI 已全部正数 和高过预期少少 但国内仍然是全世界较大的製造业 所以现在这些原材料已被炒到这样的水平下 可能会对于国内 真的可能令通胀比其他地方来得快很多 可能会慢慢逐渐反映 由于美国开始会回归真正基本面 可能由美国的消费主导 已到亚洲区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 我们的动向可能会对原材料那边真正影响到价格的变化 即日后以中国的经济或中国的制造业数字 衡量究竟所有原材料价格会去到甚麽水平 甚至人民币升跌 亦都代表对原材料价格有一定影响 当然我不是说美金不会 但现在大家会越来越清楚 例如美国的新总统开始会有很多新经济想法 可能大家又要跟新适应 但我觉得这几件事已经反映了 全世界开始会回复各船期作战所长的地方 但日后会有些转变大家仍然还要观察 未来更大其他转变会发生 另外美国市场方面新总统特朗普 会推出一个美版4万亿刺激计划 去振兴经济 整个市场的气氛非常鼓舞 包括美市亦坐新高 似乎一片宽敦 坦白说 市场是钱 没有人特意拿自己的钱浪费 股票指数是经济情语表 现在这动作是否代表了 其实大家会对于相对较乐观点 因为大家知道 他已经起码给美国人知道 我不会再为外国纷纷扰扰 跟美国没有关系的东西 不会再特别参与 也可能会重新自己经济 现在很多外国政要都在找 我们新总统有没有朋友可以让我巴结 或是探风 我之前有没有说过话得罪过他 发现原来没有朋友 所以大家就要想起 现在我们都会觉得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因为这样 就会令到大家 可能令到美国人都会知道 原来他回正常 大家都开始 你会做一些美国经济 会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东西 而我们发觉 市场可能是最开始 就反映了这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 始终我们都不是 老实说 我们都是用 从新闻角度看回特朗普的策略 但是不是他事实上 才是真正的一个救世者 或是一个以生意人的角度 去涉及经济 这就真的有待大家续续观察 但暂时看到市场是一片欢腾 有机会 也挺接受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 奥巴马的医疗法案 会被废除 如果他上任之后 似乎这就会影响了一些 比较上的中下阶层方面 美国的医疗方面的救助 但肯定对政府来说 不用什么重的包袱 但大家也要知道 老实说我们也不是美国人 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实 究竟他这个法案的得与失 为何你会发觉 共和党什么都不管 就是反对 究竟他里面是否有点瑕疵 我们看不到 其实奥巴马以为是全民医保的感觉 反而平均价格贵了 有些人负担不太多 负担不起太多 会否因为价格而去 将货就价 可能有很多医疗不提供给你 因为美国医疗很恐怖 很多香港医疗计划 都不会包括美国 是特别贵的 我真的不是欺骗你 如果美国意外发现 原来香港真的很好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开心 其实大家也会看到 在过去一段期间 美国由于经济有回落 所以的确加重了医疗开支 会否因为新政府上台 又会有大改革 这部分也可能成为美国医疗股 特朗普会有重大改革 所以全部我们都要重新想过 整个棋局对不同行业 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另外TPP方面 由奥巴马政府倡议的TPP 似乎随着政府援界 分分钟宣告寿终证寻 奥巴马政府通认这件事 但还未通过 但特朗普似乎说得很清晰 上场这件事已经行不到 共和党控制了三重量业 更加这件事是难通过 似乎差不多都已经收到 现在看到这些讯息 应该很快就告诉大家 大家要预计 这些可能会有转变 包括亚洲区都要因为转变 而要做一些影片措施 可能在短时间大家可以再研究问题 他开始筹造内阔 人选方面 财长有传有两个有机会的人选 包括摩根大通一位CEO 大蒙 高盛银银银行家 似乎用一些华尔街人 对不起 我想说你不要相信 为什么呢 可能要查查他有没有骂过他 我不是特意说到当中有什么问题 是想让大家知道 之前太多在我们认为的一些智者 或者一些权威人士告诉我们 他的经济政策不行 但现在他做了总统 想找一个实行他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 可能比较少人选给他选择 选择 选择不上 所以暂时不能说他们说这些完全正确 其实特朗普应该要烦 因为他应该没有这些幕料 他一直未正式明确表态 可能现在在投行 他有机会 连共和党的资源也未必被他用得到 不过之后会否合作 欧洲方面 有传高盛考虑把伦敦总部撤出去 去了法兰克福 有减于英国脱钩的可能性 似乎想很多大机构已经想搬离伦敦 对伦敦的金融业 暂时也应该比较大麻烦 时间差不多 今天数据方面 有美国密质根消费者属心指数 大家留意数据 时间差不多 星期一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